高雄 高雄 高雄,高雄是年輕的廚師 但是高雄 也是過去對台灣重工業的發展 有很大的貢獻 高雄是一名年輕的城市 包括這裏是非常貴重的城市 在過去高雄正在尋求新的轉變 包括產業的轉變 我們正在進行轉變 我們正在尋求產業的轉變 所以我們很高興今天早上 跟美國在海協會 我們可以合作 來辦理台美永續發展的論壇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很興奮 去參與AIT的2012的維持環境協會 我們會認為高雄市政府 很高興跟在台協會合作 因為我們都一樣共同關心地球環保 然後永續發展 跟AIT和AIT 我們很高興 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兩者都很耐心 我們都努力 在環境的維持環境 我們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 跟美國在海協會合作 關心人權 關心很多產業等等 我們都可以一起合作 因為今天是12月10號 是世界人權日 同時是在1979年 美麗島事件 就在高雄 發生 謝謝當時 美國政府跟國會議員 對美麗島事件 很多的關係 那我坐牢 因為美麗島事件 坐牢六年多 現在回到高雄市政府 所以整個人生的變化 很多 我真的謝謝 今天是世界人權的 我們知道 1979 4MOSA的活動 我曾經在高雄市場 我曾經在高雄市場 我還會回到高雄市場 我再次回到高雄市場 我非常感謝 我非常感激和感激的努力和幫助 美國政府和總統提供我當時提供的幫助 好 我們就歡迎馬處長 我們媒體都同意 我們可以講幾句話 我們就離開 我們今天會很高興 所以我們會邀請你幾句話 謝謝 首先要感謝陳市長,也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能跟高雄市政府一起舉辦台美的永續論壇。 您剛才有說到,這是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以來正式以這個身份來拜訪高雄。 但是事實上呢,我二十五年前就來過高雄了。 而且我現在再回來看到非常戲劇性的一個改變。 謝謝。 我現在過了一段時間,我一開始前來過一段時間,我發現高雄的綠地變多了,公園變多了,而且有很多自行車道。 我想我在二十五年前到高雄造訪的時候,是沒有這些自行車道的。 而且我也發現愛河現在比以前乾淨多了。 然後,我認為空氣也更清潔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感謝祝福了, 所以我要借這個機會,公賀市長,就是藉由您的辛勤努力,大大的提升了高雄市民的生活水平。 我知道美国跟台湾未来还有很多领域可以一起合作 包括永续发展和环保方面 那么就像我们美国的环保署跟台湾环保署已经合作将近二十年之久 那么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议题呢就是今天是世界人权日 那么台湾跟美国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权的国家 所以美国跟台湾未来呢有很多方面是可以促进更多的合作的 那么所以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市长 同时我也要代表我的内人感谢您 因为我们这次再回到高雄来玩得非常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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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